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各位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 欢迎订阅收看趋势百分百 我是人员头顾王信杰 我想整个大盘家群指数 在昨天大涨了137点 说在9949点的时候 你会发觉 昨天全市场都是一片的乐观 甚至特别一些 使用软体指标的一些专家 又开始看图说过时放跑 又开始全力的翻多 做多上来 但是我相信其实 在整个昨天节目当中 我想我怎么跟投资们分享 我的看法 我带着我家族成员的一个做法 怎么来操作 第一个我想 针对整个指数方面 透过大财富的操作部分 好我想 第一个 我记得在整个上个礼拜 来 导播这边稍微帮我放大 在整个上个礼拜五 清明节的廉价之前 3月31号 当天大盘指数不是还收在整个 这一近期的短线 可以相对低档吗 那我相信其实 在整个昨天的这根长红上来之前 整个连续拉回 小幅拉回的整理几天过程当中 相信所有的软体指标 应该在这边低档 在整个上个礼拜五之前 全部一定是空方的迈讯 都通通都建议你在做任何的空单的动作 但是我相信 为什么说信假是我整个在整个趋势的转折 我们总是领先市场 我跟其他专家最大差别 在哪边 我相信你之前很清楚 我不放马后炮 我都事先的领先市场 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我怎么带走我家族成员操作 就如在整个上个礼拜五 大盘指数3月31日 在相对抵挡 来 当天我在这边 我盘中我的讯息抠出去 盘中的指令抠出去 盘中讯息抠出去 我的大财富家族成员 收到讯息的前后附近 我就直接就印读 就是在这边 大财富进场偏多操作 大财富这边进场偏多操作 那你别忘了哦 来 导播再回过来 帮我带一下我的这档字卡的部分 你看当天礼拜五 有没有看到 当天是收最低点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收最低点的时候 我在盘中这个点进场 我们其实如果 严格来讲到尾盘的收盘 我们的多单是被怎么样 是被短套的 那我相信其实你也知道 如果以市场上 其他90%以上的专家 万一手上的多单被短套 他绝对不会在节目当中 在礼拜五告诉你出手作多 但是我讲过的 我跟其他专家最大差别 就是刚刚跟你讲的 我做什么动作 带我家族成员做什么动作 我都会在节目当中 公开的跟大家做分享的动作 我不会因为今天我买的股票 或者在整个大财富操作 多单被套 我就不敢讲 我还是告诉你 跟着跟你做分享 那同样的道理 我也不会因为个股 或者多单 我们获利了结的 只还在持续创新高 我就向其他专家 继续的吹嘘下去 我在什么价位进场 在什么价位出场 我都公开的 跟大家做个分享的动作 因为你很清楚知道 也许市场上 其他90%的专家 都是嘴巴讲的绩效 都是看图说故事 拿着短题指标 看图说故事 放马后报的绩效 但是我们却是 所有性格是家族成员 不管是做股票的 不管是大财富操作的家族成员 我们都是慈善的绩效 都是所有的家族成员 可以买得到 做得到 最后开开心心 赚得到的一个绩效 好 那我想 我也不奢求 我讲过的 另外一个 我最不厉害的超别 就是我不奢求 买到最低 卖到最高点 那从买最低 卖最高的神操作 就请让其他神的专家 去操作就好了 但是会发觉 长期下来 如果你跟着这些神操作的专家 每天总是买最低卖最高 每天总是多也赚 空也赚的专家们 其实到头来 你真的有赚到钱吗 我相信你自己很清楚 绝对是没有赚到钱 但是我不谈别人 我就回过来谈 我怎么带走家族成员 以及各投资者 在股票市场操作 我想第一个 3月31号 我到这边进场 告诉你偏多操作 好 那昨天 台股不是大厂上来吗 昨天大盘指数刚好是收最高 你再回来看 昨天大盘加全指数是收最高 是收最高点 收在多少 9949点 我在这边 9900点附近 我们多单获利出清 我就获利出清 我也不会说 因为尾盘收最高 我就告诉你 我要有多单 我们多单续报 我们多单大赚多少 我在什么价位买 你自己再看一次 我在什么价位买 我就告诉你 我们在什么价位进场 我们在什么价位获利了结 我们就直接坦白的告诉你 我们在整个什么价位获利了结 我们这波短线短 两天大财富大涨的六成 大概赚了六成左右 大涨六成左右 我们就是大涨六成左右 我们绝对不会跟你讲 八成为一倍两倍三倍 这叫做死散的绩效 好 那我说 为什么在昨天 我们要做一些多单的获利了结动作 你看我昨天买败多单 今天大盘加全指数 没有高点直接开低走低 所以有些投资有说 那老师我看你的节目就好了 你买多单 我跟着进场买多单 请问各位投资朋友们 礼拜五啦 我进场做多了 如果你没有了盘中的讯息 你等到礼拜五看完 昨天礼拜一进场 昨天大盘指数是直接跳空开高上去的 第一个你手上有空单的 你补不回来 你怎么补几乎都要停损出场 第二个 你要追高 第二个 你昨天去追了之后 我昨天在这边告诉你 有多单全部获利出清 今天大盘加全指数 你想说等到我节目 看完我节目讲 你今天在做任的动作投资朋友们 请问今天有高点吗 没有直接开地震荡走低 直接开地震荡走低 你不觉得这个就是 你看我的节目 跟自我的家族成员 还是有落差的 我这边进场 你知道的 昨天直接开高盘 昨天我跟你讲获利出的 你知道的 今天直接开低盘 一来一回 你觉得有没有差 这就是你是不是 新杰老师家族成员的 最大差别就在这边 好 那我们在昨天整个获利了结掉 为什么我们昨天要做一个 获利拔打的动作 我想昨天这根长红棒上来 是不是所有软体指标 昨天全部又出现翻多的买讯了 是不是昨天很多人 又在这边 原本在这边看空放空的人 昨天这根长红上来 可能空单停损 反手又做多的时候 因为昨天有软体指标 昨天又出现翻多买讯 那昨天的大涨上来过程当中 我想 第一个 我一跟你讲的 还不是主身段发动的时候 这盘仍然是一个 区间震荡个股表现的格局 我没有做任何改变 你看我领先市场 非常肯定告诉你 我不会因为上个礼拜下来 涨时看涨 跌时看跌 在这边看空 昨天的大涨 又看涨 又告诉你做多 我想我在昨天 也跟投资者讲 这个叫做 堕空双沙盘 做对方向 你多空都可以赚得到大钱 但是这种行情 我直接告诉你 昨天跟今天 昨天追高被杀 昨天如果 前天上个礼拜五放空被杀 昨天追高被 追高做多 今天被杀 这种多空双沙的行情 这个月会 一直频繁的出现给你看 你信不信 这种多空双沙的行情 在这个月会非常频繁的出现 让你看到 你信不信 因为整个四月份 我已经把你定掉了 四月份就是一个多空双沙盘 我想我没有改变 四月份就是一个多空双沙盘 一定要经过整个四个四月份的 多空双沙盘的一个洗盘甩叫 才会有所谓的一个 所谓的主身段行情上来 所以针对整个大盘 加全指数的各份看法 我想从整个极短线 这一次的一个再添一胜 目前我相信你知道 我们累积五十二胜 三副胜率高达九成以上 对 谁才是真正趋势转折 看最准的专家 我相信我不用让 费太多时间多讲 您心里最清楚 全市场也 我也有信解老师 我 第一个 对整个台股的后市的规划 我可以领先市场 它整个行情都帮你规划好了 让你事后来得到验证 但是你看到我这样的规划 我刚刚 我在昨天也讲过的 哪一个时间的转折 跟空间的转折 你没有来听演讲会 你没有盘装讯息 家族我们的会员的盘装讯息 你没有来听演讲会 说真的 你还未必 看的图里面 还未必知道是哪一天 哪一天该进场做多 哪一天该进场做 任何放空的动作 对不对 我相信这很清楚 那我这边我想 我不当费太多时间多讲 竟然四月份是一个 多空双杀行情 对 之后洗盘甩叫完 才会真正进入 所谓的今年的 我所谓的一个 主神乱行情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 才刚放完四天 零假回来 幸好是我要赶紧的 在整个这礼拜六礼拜天 没有休息 直接礼拜六早上在桃园 下午在台北 礼拜天早上在台南 下午在高雄的 这四场演讲会 为什么赶紧 再办这四场演讲会 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我不希望 在整个四月的 多空双杀盘里面 你却是被人家 多空双巴巴出场的人 不管在指数方面 透过大财富的操作 不管在各国的操作 你都是追高杀低 被人家多空双巴的人 我真的不希望这样子 所以特别举办这场演讲 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 这个四月份 这种多空双杀的盘里面 你该怎么操作 别人是被人家多空双巴 认为这个是高难度 操作的行情 你却可以 因为来听完我的演讲 或者你是直接加入了会员 你可以得心应手 掌握到每次的 短信的关键转折 多空都可以赚得到大钱 这是我提前在这边 这礼拜再办这个演讲会 的主要原因理由 目的就在这边 好 那我说在整个 这个演讲会里面 我要跟投资会 分享的重点在哪边 第一个 台股今年主身段行情 何时起动 我想我在昨天 不是跟投资会讲过了吗 昨天这根大涨 我不是讲过了 还不是主身段行情 正式要发动的时候 什么时候台股才会 正式发动主身段行情 我想来演讲会 我直接把时间告诉你 我直接把时间告诉你 第二个 我想整个指数方面 透过大财富的操作 即上次在9600点附近 我想哥都知道很清楚知道 我上次在整个演讲会场 公开告诉大家 对不对 3月10号的时候 北中南的演讲会场 下党风险100直接拼翻倍 直接拼4到5倍 事后证明 我跟你 帮你我们掌握到 这一波的上癌 也就是之前的这一波 你现在回过来看 这个转折点 我一样 上礼拜五这个短线转折 我帮你抓到 对不对 昨天跟长虹 马上让你验证了 那上次的这个转折点 对不对 在这边叫你进场做多 直接拼4到5倍 是不是帮你转了这一段上去 这一段的 这一段短波段的 大盘加全时数 拉着这400点上来 有没有在当天的9976当天最高点 那附近 你自己看到 9967 我印图的时候是在9967 老婆这边稍微帮我放大一下 在9967点 我带着我们家族成员 多单获利做调节 多单获利做调节的动作 这一波大涨4倍 相信这一波的大涨4倍 除了信贾老师的大涨部的家族成员 我相信你当时 在三月中旬 你要来听信贾老师的演讲 我要参与信贾老师的演讲会 所有投资朋友们 这一次应该都可以让你 轻轻松松开开心心 买得到 做得到 最后开开心心赚得到 我想我跟你谈的 你会发觉 重要重点重点就是要买得到 做得到 最后开开心心的赚得到 我想大涨4倍 什么叫何谓大涨4倍 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 来跟你做说明 我相信我这样子讲 你一点你就听得懂了 10万 你可以变成四五十万回家 20万 你可以变成百万富翁回家 你可以变成百万富翁回家 好那现在重点来的 上次这个点 我有给你提前预告 最后真的开出投奖 直接 让信贾老师的家族成员 以及所有来听演讲会的投资 都中的这一次的投奖 四倍多的一个大奖 对不对 那这次 我再度的在节目当中 事先跟你预告 继这次的大涨四倍之后 下一次的五到八倍翻的 最佳出手时机 我直接事先在节目中预告 下一次特别注意 在未来这个可预期的 最近的这段时间 有一次五到八倍的 最佳出手时机 怎么做 怎么赚 怎么做怎么赚 那我告诉你 这个我认为这种 好像比你签乐透 签大威力那些 签乐透这些更好赚 对不对 那换个角度来讲 在投奖还没有开出来之前 在这个你不要等到 这次大涨四倍 这次的大涨四倍 是要你验证了 你要后悔 你没有当时在低档区 跟着信贾老师的家族成员 以及来听演讲的投资后 再低档赶快第一时间 做卡位布局了 最后真的大涨超过四倍 对不对 如果真的让你千金来满 早知道 真的真的让你回到 三月初的时候 三月十号 九千六百点的时候 如果割头之后 你想一想 你静下来心想一想 如果你真的之后 真的知道会大涨超过四倍 你会不会当时来听演讲 你会不会就像信贾老师所讲的 拿个十万 直接拼四五十万 拿个二十万 直接拼百万富翁 对不对 好 不管那次的机会点 那次的四倍 你有没有赚到投资朋友们 我想我在这个礼拜的演讲会场 就是要跟你预告的就是 现在是五到八倍的一个 倍数法的机会 这一次的投奖 我希望 你都可以 跟着信贾老师的家族成员 我希望 你都可以跟着 这礼拜 来听演讲的投资朋友们 都可以让你在低档区 买得到 做得到 最后开开心心的 大赚到 何况你自己很清楚的知道 信贾老师在整个大财富的操作 这个我觉得比 千乐透 那个中奖率更高吧 因为到目前为止 你很清楚知道 五十二升三负 胜率高达九成 代表的是 你有九成的机会 你第二次来听演讲会的投资朋友们 你有九成的机会 你真的可能有九成的机会 你有机会让你自己赚五到八倍 你想不想十万变成五十到八十万 你想不想二十万变成一百到一百五十万 九成的机会 九成的机会 如果你想的话 你想这样子做 这样子赚的投资朋友们 我想我不当费太多时间 我请各位投资朋友 事先预约报名 这礼拜六早上在桃园 下有在台北 礼拜天早上在台南 下有在高雄的这次场 非常重要的演讲会长 做对方向 做对趋势 你多空 你这个月多空 你都可以赚得到大钱 而且还可以把握出 下一次的五到八倍的大利润 这次如果你做错方向 小心过度追高杀低 你会在这个月 变加多空双八 那欢迎你 现在利用广告时间 月报名 这礼拜演讲会 我们休息片刻 再从个股跟投资后 做个分享 好不好 谢谢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野户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轮源投资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期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提报 投资最佳企迹 您家专线 02 2321 9933 2321 99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wn Life 鹅排七米床 轮源投资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行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期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您将专线02 2321 9933 2321 9933 数位机上河 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河免费优惠 数位超一银 生活更happy 轮源投资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行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期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 2321 9933 2321 9933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 欢迎认识回到 幸喜老师的节目的第二阶段 我想再来针对各股的部分操作 我相信其实 所有的投资们都非常清楚 幸喜老师跟其他专家 最大的差别在哪边 除了就是我们的实战绩效 所有的股票都是 跟大财富操作 都是我们家族成员 买得到 做得到 最后开开心心 赚得到的绩效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的股票档数不多 不然在演讲会场一样 不会像其他人 一次十档二十档股票给你 让你档数不多 而且你会发觉 我都是在底部去带你进场 底部进场 重压 重压底部进场的一个股票 起涨的股票 在股票上叫做不赢也难 所以你现在回过来 有时候也想一想 各位投资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当你 不管你是有限资金的 你五十万在超速的 你买五档十档二十档股票 请问你一档可以买几档 你赚得到大钱吗 你就算你几百万在超速的 买个十档二十档股票 平均一档股票都只分到一二十万 你能买几档股票 你赚得到大钱吗 但是你现在回过来想一想 在过去的这几个月时间里面 第一个 你看信贾老师我 的差不多的一个特色 你就知道 底部进场 都是底部进场 波段操作大赚 都是底部进场 我们都是波段搭配部分短线操作 波段为主 搭配部分短线的一个操作 对 油田是在底部进场 那你想一想 当时在三十块附近的油田 我不要多 你三十万买十张 对不对 你最后你可以变成四十几万 将近五十万回家 对不对 你全部集中火力 就像信贾老师的 订购机家族成员一样 集中火力操作 三十万你可以变成四十八万回家 对不对 赚完一档之后 再来个康控KY 对不对 康控KY可不可以再当你什么 再赚上去 对不对 赚完之后 可不可以再从长虹 你看康控也是是底部区 那第二个我刚才讲过 我的人做事 就是我什么时候获利了结的 就获利了结了 难道我会因为康控最近的 最后的这一波 喷出我没有赚到 我又像其他专家 又拿出来讲吗 不会 这就是信贾老师 跟其他专家最大的差别 我们都叫做实战绩效 卖了就卖了 对不对 卖了就卖了 包含在整个长虹这一段的大涨 对到整个精彩科 对你看这个进场点16块多 你都很清楚 最后在这边也是低档进场 也是公开告诉你 全部获利出清 甚至包含在整个 最近这一个多月来 所以你回过来想想 你看你如果过去 当时在整个2月下旬 到3月份 到整个3个月 过去这一个多月来 你有来听信贾老师演讲会 投资朋友们 你可不可以跟着信贾老师 家族成员一样 买到一名惊人 买到十几块的一家 买到十几块家 你可不可以跟着信贾老师的家族成员一样 17.3 我在演讲会那时候跟你讲的时候 17.3的一家 你来看导播这边帮我放大 当时在17.3年的一家 在2月中下旬的时候 2月下旬的时候 我直接跟你就分享 最后的一家 3月份你来听演讲 对 3月10号你来听演讲 11号 12号 北中南的演讲会 你来听演讲 是19.2 有没有 来导播帮我照一下 19.2 19.2 3月11号跟12号的演讲会场 最后你看到整个一家 的大涨上去 那你会发觉 不管是越早加入会员 你当然越赚越多 因为每档股票 都是买在底部区嘛 越早加入赚越多 第二个 越早来听演讲会 投资朋友们 不要只是验证 你还是可以跟着 越早来听的投资 事后证明是不是越赚越多 对不对 一档股票这样是50几% 我想请问各位投资 过去这一个多月来 你有没有让自己的财富增加50几% 30万变成多少 变成45万回家 你想一想 当时你买20张的一家 也不过花你30几万 当涨到25块多 20张的一家 你现在可以变成50万以上 我讲的没错吧 我讲的是40% 32万当时在这边买 20张一家只要33万 你这边卖掉 可以变成50万以上 当时你在这边买30张的一家 50万有早 你在这边卖掉30张的一家 你变成75万 你变成75万 你在这边当时100万 你可以买60张的一家 左右 可以买60张左右 你在这边卖掉一家 你可以变成150万回去 你在这边当时如果买100张的一家 只要160几万 你到这边可以变成250几万回家 如果你过去这段时间 你没有这样子赚到大钱的投资朋友们 我欢迎你来听信息老师的演讲会 对 你也可以说老师 你真的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你的家族成员 真的像你在节目中讲的 这样子从油田 看空长龙精彩客 一家一档一档赚下去 累积超过两倍的涨幅吗 我想每一场信息老师的演讲会场 都有了我的会员来到会场 我直接告诉你 我的演讲会场 如果你对我们的操盘绩效 有任何存疑的投资朋友 因为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想说每个老师都在节目中讲得这么好 实际的操作绩效如何呢 我觉得我不用我多讲 我这边当然直接在节目当中公开的 欢迎所有信息老师的家族成员 我的会员们都可以踊跃报名来听演讲 为我们过去这几个月来的操作 不管在大财富的操作 不管在各国操作 请你都可以帮信息老师我做见证 你可以来到整个演讲会场 随便让你去抽问信息老师的任何会员 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有没有跟着信息老师真的买到做到 最后开一开心情地赚到大钱 我想不用让我有太多时间多讲 你自己来问会员 你自己来问我的会员 好那除了这些股票大涨之后 那接下来呢 我想我在这几天也跟同时有讲的 这档报警警 其实今天也是一根中长红已经在这边了 这档股票今天是一根中红棒上来 我没有改变 区间打底丸 这个是一个区间真理 整理完是一个主身段行情上去 第二季发动主身段行情 那现在不是已经开始进入第二季 注意 再来打了没 这档股票上次演讲会跟你讲 不要追高 拉回早买点 那这档股票 股价在四十块上下附近 今年赚一块半 今年估计赚三块到三块半 那如果今年真的可以赚到三块以上 今年获利可能是创下整个 打了没这档股票的挂牌以来的新高 那如果未来今年的获利 可能是创下整个挂牌以来的新高 这档股票 未来股价有没有机会挑战新高 我想各位投资者请你拭目以待 还有 你想不想跟着信杰老师的加会员 你想不想跟着法人 开始买在底部区同步进场 这档股票投资包 这档股票我会也还没有买 但是最近这几天 震荡逢回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会在第一档开始卡会布局 如果你想跟着法人 如果你想跟着信杰老师的会员们 一样都买在同步买在底部区的投资包 这支 欢迎你来听演讲会 让信杰老师我直接告诉你 这档股票是哪一档 让你可以跟着法人 以及信杰老师的所有会员们 到时候下礼拜都可以买在 底部区 长期的一个底部区 好不好 欢迎你一月报名 这礼拜六早上在桃园 下午在台北 礼拜天早上在台南 下午在高雄的这次场演讲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轮源头部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美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代名以报投资最佳企迹 行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震部消防署关心您 轮源头部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行美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代名以报投资最佳企迹 行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数位机上河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河免费优惠哦 数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轮源头部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行美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